乌克兰士兵搬出海马斯攻击俄军的电子战系统 一瞬间化为灰烬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70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火箭炮和炮兵部队 为俄控制点指挥所弹药库防空系统和人员装备集中区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现在在战场上乌克兰每一颗飞弹都讲求精准 就是因为全球注意力转向以色列 西方国家的援助也开始停滞 拜登公开呼吁国会做正确的事 但从乌克兰国防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最新武器清单 竟然包括先进的萨德反飞弹系统 F-18大黄蜂战斗机 阿帕契跟黑鹰直升机等 让外界看傻眼 过去乌克兰想获得F-16已经经过一次机变 现在他们还想再寻求F-18显然是陷入开战以来最艰困局面 阿帝契跟乌克兰想获得更适合 我们知道你们 泽恩司机宇戴无奈 只求盟友能尽快点头军援 三地新闻 柯信衣 我和你一学咱们 垂斗機宇战 天洋 一天 我一个人 不在乌克兰 不在乌克兰 虚书